再有半个月应该这个番茄都可以采收了 这是用蚯蚓粪做的无土栽培种的番茄 用蚯蚓粪做这个栽培机制来种番茄和黄瓜 是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 还有一个就是用牛粪 牛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栽培机制 因为在有些地方牛粪用的时候基本上是不花钱的 一方可能是二三十块钱 就是付一个运用费就行了 那么如果用牛粪做栽培机制 我们在去使用之前一定要处理 如果不处理的情况下 在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受业影响 怎么处理呢 最好就去发酵一下 发酵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彻底的把它敷熟了 利用微生物的降解 另外一个就是改变它的碳丹比 因为有很多的微生物在发酵过程当中 会把蛋消耗掉的 这个碳丹比如果过高的情况下 到时候会医治蛋的利用 会影响作物的地上部生长 所以说牛粪发酵的时候 一方的牛粪最好再加上10公斤的尿素 然后用椰木菌那个菌种去进行发酵 通过这样处理以后呢 你用这个牛粪 啥也不用加 直接用牛粪 潜入到这个种植槽里面 或者是装到种植袋里面 直接就可以去栽种了 种番茄 种甜瓜 种西瓜 并且种植以后呢 它这个口感上啊 包括这个产量上啊 都比较好 所以说这个呢 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投资相对比较低的 一种机制的载品模式 性格 好 过 劳